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1月30日星期六的第一節 有兩宗消息想跟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英國似乎是有意想加入 有亞洲版北約之稱的四方會談 當然四方會談的目標都很明確 無非就是要來制衡中國影響力 至於第二宗消息 英國的媒體《金融時報》爆料 說大陸解放軍的戰機在先兩日 無以攻擊美軍的羅斯福號航空母艦 認真厲害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先說一下關於英國方面的消息 英國外相藍韜文在上個月出訪印度的時候 已經在放風聲 他就說英國不排除 會加入四方會談成為其中一員 但是最終落實拍板 就需要手上約翰遜 在出訪印度的時候再作討論 本來約翰遜 會在這星期到訪印度 但是受到武肺疫情的影響 他的行程遭到押後 相信 他下次出訪印度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消息公佈出來 就算英國真的加入四方會談 其實一點都不奇怪 因為在去年 英國政府已經宣佈了 會將伊利沙伯女王號航空母艦 長期派駐在南海 維護相關海域的航行安全 所以這個決定就跟英國有意加入 亞洲版北約這個消息 是互相配合的 再者的就是 約翰遜就有意將G7組織 改組成為D10聯盟 即是所謂的民主十國聯盟 也都已經向印度 韓國和澳洲發出了相關邀請 當然D10聯盟的目標 都是很明確的 無非要來針對中國 因為 在全球十大的經濟體系當中 唯獨是中國沒有被邀請 因為英國都很巧妙地 利用民主這個概念作為標榜 使得中國是被排拒於外 如果英國最終 真的加入四方會談 雖然就是在預料之中 但是也都會相當轟動 亦都會使得中英兩國的關係 會在一段時間之內維持著緊張的狀態 當然英國這一連串的舉動 其實都可以視之為特朗普路線的延續 雖然現在特朗普總統就已經卸任 但是 在他任期的最後一年 他和蓬佩奧國務卿 做了很多的功夫 使得美國擺正堂太 他踩行油來全速前進 即使現在是被拜登上台 暫時來說 就看不到他有任何的跡象 是可以扭得倒汰 或者是撒得撤車 稍後我們要分享的消息 就已經可以反映到這一點 所以有些人就形容 現在就是沒有特朗普總統的 特朗普路線延續 接下來第二宗消息 就是關於金融時報的爆料 他們在昨天引述了來自美國和盟友的消息 指出 說大陸解放軍的轟炸機 在23日的時候 即是上星期六 就進入了台灣西南部的防空識別區 消息人士就爆料 說根據捷聽得到的解放軍轟陸戰機機師的通話記錄顯示 機師就確認收到了指令 要無意向區內的美國航空母艦羅斯福號 發射反艦導彈 當然這個是無意攻擊 不是真實攻擊 但是 似乎這個舉措 都相當大膽 亦發生在拜登上任後的時間 雖然說 拜登對華軟弱 就是人都知道 甚至乎 白宮發言人自己都說到了 說拜登對華的態度 就會採取一種 策略性的忍耐 即是他慢慢自己白忍成金 但是似乎美軍裏面那班軍頭 就不是這樣想 美軍太平洋司令部 在昨日的一份聲明當中提到 羅斯福號航空母艦戰鬥群 密切地監視了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海軍和空軍所有活動 根據他們的監察 就說 中共的軍隊 絲毫都沒有對美國海軍的任何艦艇 飛機或者水手構成到威脅 有知情人士就透露 說大陸的戰機 從來都沒有進入到美國海軍船隻的250海里範圍之內 即是說 金融時報如果那宗消息是真的 老解那隻轟炸機 其實他的 模擬攻擊都是在很遠距離來發生的 不是說在鄭附近來出現 至於說大陸那隻戰機 到底他的射程範圍 攻擊範圍有沒有去到那麼遠 真的不知道 反正他只是無意攻擊 太平洋司令部還說 美國將會繼續 在國際發展 他的範圍之內 飛行 航行 操作 而且還會通過行動 展示美國在整個地區的存在 以證明 維護南海地區穩定的決心 至於 美國印太司令部發言人卡夫卡上教 評論了 金融時報的那單訊息 他就說 這些行動反映得到 大陸的軍方 企圖利用他們的軍事力量 來威嚇或者脅迫 在國際水域和領空行動的人員 包括他的輪郭 按照目前的跡象顯示 無論在口頭上也好 或者是行動上也好 其實美國軍方的路線 跟特朗普總統時期 就不是說相差得很遠 大概都是在做那些事 即使現在是拜登上台也好 似乎還未能扭轉得到這個局面 當然大陸方面似乎都很心急 23日其實只是說 拜登上任的頭三天 馬上發動了一次的模擬攻擊 當然這個模擬攻擊不是 公開做的 而是純粹被人截聽得到 但是這個行徑已經是很大膽 因為在特朗普總統執政的時期 從來你都沒有聽過大陸的軍機 來執行任務 無以攻擊美軍的航空母艦 這個真的很少見 現在拜登上任頭三天就看到 但是 現在這件事爆了出來之後 其實某程度上 也會畏著 中美關係的緩解 帶來了一些新的挑戰 總而拜登對華軟弱也好 但是 似乎現在圍繞著他的人當中 就不是說很多人 是完全緊隨他的路線 當然他作為所謂的總統 他的權力就是最大的 他有權去執行某些行政命令 諸如此類 但是 在其他方面 比如說軍事上 他就不是很能夠 發揮得到影響力 美國國務院 亦發表了聲明 就說要敦促北京 停止對台灣 在軍事外交和經濟上的施壓 而美國對台灣的承諾就是堅定不移 而且會畏著 維護台灣海峽 和整個地區的和平和穩定 作出貢獻 這個就已經是很明確的表態 當然這就是國務院的表態 就不是說拜登自己所說的 因為拜登他從來不會說這些 另外 拜登所欽點的 國務卿布林肯 在較早之前 跟菲律賓外長通電話的時候 提到 說美國 拒絕接受 中國 在南海地區 超出國際法範圍的主張 而美國 將會跟東南亞的國家站在一起 到底他站在一起的意思是什麼呢 其實這些外交辭令 都是相對模糊和虛幻一些的 你說跟人站在一起 你到底對他有什麼具體承諾呢 這才是最重要的 現在大陸 州市會派出軍機 去環繞台灣島來飛行 其實這個對於台灣的軍事資源來說 都可以說是一種的消耗 因為在去年的時候 其實台灣軍方也曾經說過 大陸的軍機頻繁地包圍台灣來飛行的時候 由於台灣每一次 其實都要 有一些軍機相應來起飛 嘗試來防範這些來自大陸的戰機 所以導致他們的成本上漲了很多 因為台灣空軍的戰機 他們出勤的情況 也是頻密了 當然不僅是金錢上有所消耗 其實在那個 器械上 他也是會損耗的 所以 大陸的軍機 對美國航空母艦發動什麼 無意攻擊 應該對美軍沒有什麼威脅 反而來說 大陸長期密密派出戰機圍繞台灣來飛行 對於台灣的軍事資源來說 就是一場消耗戰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